南投国庆国中二年级刘同学自从小学被诊断出骨癌以来 不仅忍着病痛一面努力读书还一面抗癌接受治疗 但最近病情加重开始请假住院 刘同学非常勇敢抗癌两年多来不怕痛苦 还安慰父亲及学校师长同学模样令人动容 县长林明珍了解状况之后也特别前往慰问 在南投县政府教育处长陆正威 南投县政顾问邱美玲的陪同下 南投县长林明珍前往国姓国中 关心学生的家境状况 这个同学非常习惯 同时年纪这么小就跟病魔在来搏斗 尤其刘同学他的爸爸本身身体不好 他家境非常贫苦 经过学校向我们教育处来反应 向我们球顾问来反应 我们县政华县长这边就能够动用的 卫助金还有我们游秀的基金会 我们就赶快策出了将近10万的兼费 来帮助刘同学 刘同学非常勇敢 抗癌两年多以来 不怕治疗的痛苦 这一学期因为病情加重 所以请假住院 本来有安排要来学校来复学 但是因为身体的状况 又发现有扩大转移的情况 所以往返在医院治疗当中 家长也非常的辛苦 因为爸爸是一个做铁工的 但是因为要照顾孩子 往返奔波在国庆跟台中 医院跟家里当中 所以造成一个经济上的困难 南楼县长林明珍 除了鼓励刘爸爸不用担心 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来帮助刘同学 所以家境非常地贫困 现场是一点心意 抛砖领域 我们希望各界 喜欢做爱心的 我们家境比较 可以过得平气的 想要做爱心的 我们能够大家伸出严手 来帮助这个刘同学 他的家境来协助他 能够让他的医药味 不用担心 我们也非常感谢 县长的心意 这一份心意 相信会鼓励我们的小孩子 帮助他家长 好好的在照顾孩子的身上 能够做好 然后好好的能够突破 他目前所罹患的疾病 然后顺利地再回到学校来就读 刘爸爸照顾孩子非常辛苦 南投县长希望抛砖领域的行动 呼吁大家来发挥善心 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 记者范宏困南投县采访报导 高刘还是订阅